而且因为受到了88风载的影响 阿里山公路路断了 不过呢 中车交通部在昨天已经宣布 台18线阿里山公路 预计在20号就会开放小行车来通车 民众就可以开车上山了 而且还会提供免费的接驳服务 将游客送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如果不是住宿或者是当天来回的旅客 初步的规划 每个人收费100块钱 接驳车呢 将会从高铁嘉义站 行进台铁嘉义站之后 上阿里山 满四个人发车 那么观光局也将会补助业者 每一趟车次2000块钱